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县政府教育处6号上午是在国军英雄馆 举办了111年度国中小学家长会会长当选证书的颁发仪式 县长徐真伟亲自到场 并且表示未来会和所有的家长会长在一起 为花莲子弟的教育工作共同来努力 花莲县政府家长协会举办140年度 国中小学生家长家长会班证以及会务联营活动 举好上午在国军英雄馆办理 现在徐总委亲自到场颁发证书 并表示未来将与各个会长一起为花莲孩子们的教育来努力 希望孩子培养一个体育 他喜欢体育任何一种项目都可以 因为他是一个健全 他的人格以及培养他的体力耐力 一个人没有健康的身体 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 所以这是体育 这个我们体育一项是希望孩子能够培养 第二个 艺术人文要去培养 因为他可以深化你的身心灵 所以文圣直则始 直圣文则眼 文直彬彬然后君子 我们可以让孩子成为文骨俱全的 我们的孩子文武双全 这就是我们去推动的 所以那因应现在的科技教育 发力线也推出了我们金师生平台 以及社会教育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是再怎么好的学校教育的政策 如果没有学校的 学校学生家长的支持 这个设计要勉务 联络要你背什么 要你写什么 要教什么功课 要上什么亲师生平台 勉务 那这样子推不下去 所以在教学上 课程上 还有我们老师的一些 这个给予的一个作业 都是要家长能够支持 现在许中一表示 教育为百年大季 透过教育与家长会长 和老师们齐心努力 让花园的孩子们 不会输给读书的小朋友们 用正确的观念 好好培育下一代 希望在大家通力合作之下 提升花园的教育品质 接着中一 欢迎收到